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恐怖电影《亡灵呼唤》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男主因为经过一次催眠,竟然意外地获得了通灵能力 意外的是男主的儿子也获得了这种能力,随后一家人陷入恐慌的故事 电影开始,男主和妻子以及儿子小杰一家人住在郊区外 这天妻子的妹妹邀请男主一家人参加一场聚会 聚会上几个人聊起了关于催眠的话题 妹妹的朋友对催眠很是感兴趣,便提议让妹妹对男主进行催眠 男主也没太在意,欣然同意了 没想到刚被催眠的男主就看到了一场恐怖的一幕 以至于从催眠中醒来的男主也一直感觉不对劲 甚至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幻觉 这天白天男主正在家中看电视 突然就又出现幻觉 看到一个女人向自己伸出苍白的手 然而一眨眼女人又消失了 男主被这些场景弄得精神衰弱 于是在这之后打电话给妹妹 希望问问有关催眠的事情 但是妹妹却以男主太紧张,没当回事 晚上男主和妻子有事外出 只留下儿子小杰在家 担心的妻子打电话联系保姆 就在这时饭桌的小杰突然说出了保姆的名字 诡异的是小杰并没有见过保姆 只不过当时的妻子正在打电话没有听到 没一会儿保姆就来到了男主的家中 男主和妻子也随之离开 在这之后保姆就发现小杰竟然在自己的房间中自言自语 而且保姆还从小杰的口中听到了自己失踪的妹妹 萨曼的名字 萨曼失踪后保姆一直寻找单位过 没想到今天从小杰的口中听到了消息 保姆忙询问小杰 小杰称在自己的家中见过萨曼 保姆听后认为萨曼的失踪和男主家有关 于是抱着小杰离开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男主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带着妻子连忙回到了家中 好巧不巧在门口拦住 正打算带走小杰的保姆 保姆也开门见山询问男主有关萨曼的事情 结果男主称 不知道萨曼这个人 晚上熟睡的男主突然梦到自己的朋友和儿子 联手杀死了自己 这个梦境太过真实 直接将男主给吓醒了 第二天一早 一直心神不宁的男主思虑后 还是打算找到朋友问问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朋友的儿子倒在血泊中 因为突然发生命案 妻子害怕小杰也遭到伤害 于是开车带着小杰暂时外出离开 而就在开车离开的过程中 一名警察看到小杰后拦住了妻子 并对妻子称 小杰具有通明的能力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联系他 妻子本来还不相信 但是联想到近期儿子和男主的怪异行为 在不久后就找到了警察 警察解释称 因为男主和小杰都具有通灵的能力 所以有一个女鬼便缠上了他们家 想要男主一家帮助自己报仇 但因为各种情况 男主没有帮助女鬼 所以现在导致女鬼对男主一家心生怨恨 开始报复 妻子听后将信将疑 事实证明 男主在之后碰到了更多奇怪诡异的事情 受不了的男主又找到妹妹 希望她对自己催眠一下 催眠后男主得到了挖掘的提示 之后男主便开始疯了一般的挖掘家中的各处地方 然而一番挖掘后什么也没有发现 于是男主又开始凿墙 结果竟然意外发现了死去的萨曼尸体 男主通过接触萨曼的尸体得知事情的所有经过 原来萨曼曾经被朋友的儿子和帅帅男两人引到这里 准备对萨曼进行强奸 结果过程中误杀了萨曼 害怕的两个人便将他的尸体埋在了墙里 了解了具体的事情后 男主找到朋友告诉了一切 可是朋友一时间还难以接受 再加上儿子死了 最后将男主赶走了 另一边帅帅男的父亲和帅帅男得知男主知道了这件事 打算杀死男主掩盖事情真相 当他们来到男主家中准备杀死男主的时候 男主的朋友突然出现 帮助男主制服了两人 原来好友也突然在最后一刻醒悟 所以当他知道帅帅男想要杀男主时 立刻赶过来帮忙 最后女鬼沉冤得雪离开了男主家 而男主一家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部电影恐怖气氛渲染的十分到位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恐怖电影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